大家晚上好 今天10月12号晚上的8点15分 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筹码面是继续的好转 那价值面呢 其实法人已经有在做一些关注了 今天重叠的股票 其实有些资金 法人的筹码开始有进去 那我认为将会慢慢回归理性 在这里如果你还是变的是用情绪性的方式 去觉得说都不会涨 赶快把它卖掉 投资朋友那其实你就刚好中了这个季 你真的是要回归去股票的一个本质 股票不是期货 我还是要跟大家做个强调 好吗 所以细节的部分 今天节目来跟你做分享 一定要锁定节目 谢谢 好这个投资朋友大家晚安啦 钢铁股今天也是有些油涨有跌嘛 时间可以的话呢 我就帮大家追踪一下我们前两个月 节目上跟大家讲过的股票 好不好 行情看法几乎是没什么改变了 来我们先跟大家报告一下筹码面的部分 待会用数据来跟大家报告 那价值面的部分 其实法人也开始做关注了 我们会用一个新闻报道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金融业的一个观念 好那这个行情区间盘整的看法没有变 所以区间下缘 我还是建议投资朋友要站在买方 那方向的部分 你要记得利率跟付出的条件 不会是空头 那通膨的部分 也是今天新闻告诉你台股 整个下跌的主要原因嘛 其实我也讲过了 这影响只是短期而已 好吗 那在开始节目之前先上这个警语 特别跟大家做个说明 我们投顾节目 老师的工作就是分析跟预告 跟大家呈现这个操作部分 所以节目分析的并不是在做推荐股票 所以投资朋友一定要注意 你要买卖 你要自己做一个评估 那快速性跟大家讲这个行情的一些重点 因为我们的观众 大概有40%都是新的观众 所以老师每天还是会讲一下 我们前面讲过一些什么 让大家方便的做个衔接 来9月初告诉大家秋季重点 债务上限 那我陆续跟大家做追踪 告诉大家 这个是执政党自己可以解决的 10月2号 两个星期之前的星期六 好那最近的这个礼拜六 我告诉大家通过了一个 短期的债务上限的延长 延长到 今年的12月3号 所以只有往后延一个多月 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结论 11月中之前 你先关注一下这一个执政党 有没有自己去用预算和解的方式去把它延长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个行情你还是要做个高出的动作 因为这个其实真的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目前两党在这个政治的恶斗 包括这个共和党的领袖 有讲到他已经写信给拜登了 他说他下一次不会妥协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你要注意11月中之前 那目前短期上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再来我们讲这个通膨的事情 通膨我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是因为供应链的关系 因为疫情的关系 整个缺工嘛 塞港货车司机缺人 挖矿的工人没有办法上工 所以造成原物料的短缺 所以投资片我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逻辑 联准会去做一个什么说QE升息 他并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些 有没有塞港 有没有缺人的问题 这个不是需求带动的 这个物价上涨 这个是最主要是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投资朋友这些商业行为 没有办法透过联准会的政策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个是一个短期现象 10月2号的周六 我就已经讲了这些观点 细节你看当时的节目 我也不再重复了 因为我希望把平常的直播时间短一点 那你只要记得我告诉大家 疫情趋缓 工人开始回到工作岗位 然后各国举债金额高 未来会有加税 跟减少政府的支出 所以投资朋友 我告诉大家通膨 看法上它会比较偏向短期的 这个是Bauer的一个说明 你可以看到需求引发的通膨 跟这个什么 这个不是需求引发的 就是因为缺工的关系 成本推动的只是暂时性的 这跟我讲的看法一模一样 再来投资朋友 这个是美国的专业研究机构 新陈 他提到明年的通膨会慢慢放缓 再来我告诉大家 这个美国已经开放可以入境 你只要打过疫苗的 11月份就要开放了 所以疫情已经慢慢趋缓 工人慢慢回到工作岗位 所以我告诉大家通膨会趋缓 这是今天的一个新闻 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全球最低的一个企业税 这个爱尔兰这个国家 已经跟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已经有同意了 就是全球的企业最低税负定在13% 之前的爱尔兰是定在大概12%左右 所以有很多的国家 不管是美国的一些龙头型的一个独角兽企业 都去爱尔兰设总公司嘛 为了就是要结税 现在全球都已经有达成协议 这个就是要做加税的动作 那投资朋友 这个是不是呼应到我告诉你的这个 举债金额高未来要加税 所以投资朋友这都是在发生当中 再来这也是新的 10月11号新闻 未来你要担心什么 通缩 那怎么跟你现在看到的通膨不一样 通缩贫富不均 所以观众朋友一个基本的逻辑 告诉我们将来的成长性会比较偏低 美国现在很有可能会落入像 当初日本一样失落的30年 所以最近在告诉你这些通膨的 然后什么停滞性通膨的 投资朋友要打个问号 因为这不是需求带动的 好不好 那这个问题的发生都已经慢慢在解决了 功能会逐步回到工作岗位 所以观众朋友我认为这个你不要看得这么坏 平时新通膨的事情 我已经跟你做解说了 再来就是飞农 这个上周五低于市场预期吗 这个数字非常差 对不对 那大家在讨论说会不会说QE 我告诉大家这里 我是希望他说QE 我是希望他说QE 因为现在几乎很可以肯定的 大多数的一个比较大的资金 全部都在等美国联准会这个说QE 说QE之后市场的反应如何 他才要开始进来股市 所以这个东西一直拖我认为不是好事 那他如果可以缩减QE的话代表什么 景气方面他是持续性有信心的 那如果不能缩减 如果他没有缩减QE 会拖到12月份来讲的话 我认为也不一定是坏事 所以投资朋友这个我周六已经讲了 如果他不说QE代表通膨的事情 他不担心 那如果他说QE代表景气是正面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去观察油价 所以油价 你在这里你可以先去看一下油价的位置 油价现在已经在 这是月线图 投资朋友他已经在2018年的高点这个地方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相对上开始会震荡了 所以也不排除油价会拉回 还有美国的页岩油也开始 会有新的供应量出来 所以我认为通膨的事情 重要就观察这个油价 所以说不说QE 我是希望他说QE 这样对于我们后面操作 可以更明确一点 不要有太多的干扰 再来就是升息的事情 很多人告诉你 蓬蓬上来要升息 9月初我就讲了 这是 Better Watch的数据到2023年2月份升息一码几率只有37% 9月23号我拿出数据跟大家讲上升到41.6% 其实五成都不到嘛 10月2号告诉你 通膨的新闻一直出来 然后告诉你说这个联准会有升息的压力 我告诉大家升息 美国欠了这么多钱 升息他要增加他的利息还款 他干嘛要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不对 所以又再入了下降 那到现在你可以看到 又下降到33.4% 所以很多新闻告诉你要升息 我觉得我们直接看数据 看数据拿出数据来告诉投资朋友 这个数据在下降代表什么意思 通膨就是短期的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讲话还是尽量有评有趣 所以升息 2023年的2月份 还有一年又四个月左右 还是零利率 所以不要太过于悲观 钱这么多 不管是投资机构 受险基金 他们都要设法怎么样 要打败通膨 那债券值利率这么低 你只能够投资股市 这是一个基本的sense 所以投资朋友不要这么悲观 心里面是恐惧的 10月初告诉你 这美国的恐惧贪婪指数 我告诉大家 这个心态上是恐惧在摇摆的 多头不会在这种状况之下结束的 也不会在利空频传的时候结束 那我也跟你分享我的经验 我分享什么 来美国的周线图 纳斯达克 不管是标普纳斯达克 我都告诉你 周线的KD只要回到50附近 多方惯性就是这个地方 回到50 回到50 它就是一个波段的买点 你可以去看一下 从8523到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我告诉大家刚好回到50了 是一个买股票的机会了 这是10月5号上个星期二 纳斯达克标普道琼周线 是不是来到50 到现在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这里 就没有再破下去了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质问 所以前面的总体经济的一个资料 我跟你做个更新 不管是从利率或者是你担心的通膨 技术面我也跟你解了 所以观众朋友在这个地方10月初 这个地方10月2号 我当时假日给会员的会员译里面 我就讲了五档的美国股市的股票 那你记不记得我在哪里叫你换美元的 我在这个地方叫你换美元的 你可以去看9月4号的节目 这里 这是9月6号星期一 那我当时告诉你这里可以开始换美元了 为什么换美元 这个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 投资朋友很多人说美元转强 所以台股就一定要跌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用2013年的案例已经讲过了 我们接下来看的是景气复苏 景气复苏美元本来就会转强 只有资金行情才会看美元 美元强 台股会跌 现在是要走复苏的阶段 要不然联准会干嘛要缩减QE 所以这个逻辑行情你要定位要清楚 为什么我要叫大家换美元 就是这个地方很关键 你可以换一些美元 然后用美元的资产有些国外还不错的股票 即使你可以投资 因为这个真的台湾很多的股票竞争力是输给国外的嘛 所以国际盘讲到这里 技术面我也讲了 跌破创高的前波低点再来说是空头 这叫惯性的改变 目前根本没有这个状况 这是10月2号 所以我告诉大家 结论就是在这个地方区间盘整 这个点没有跌破之前 惯性没有改变 你先不要去看空 尤其基本面的状况 根本就不像是空头 所以明明就是在盘整 那你去追高杀低 像今天你又杀低的话 那就很可惜了 为什么 因为筹码面越来越好了 待会用数据来跟你讲 所以看法跟上礼拜二一模一样 就是盘整 筹码已经先落底了 利率 付出不会是空头 我也讲了 立场没有任何改变 通膨不是需求带动 影响只是短期的 所以看法都没有任何改变 国内的景气 你可以看到今年是上修的 明年预估还会再更成长 外销订单 告诉我们第四季是有数字的 老师拿证交所的资料来告诉投资朋友 我从8月份就讲 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这是证交所统计的 台股的市值 跟整个企业所有的获利 证交所所提供的整个大盘的本益比 8月份台股在17500点 当时的本益比在18.86倍 9月份的台股大盘是在17000点 本益比下降到15.38倍 那我讲了嘛 已经跌到16500甚至更低 其实已经跌破15倍了 过去很少跌破15倍 跌破15倍就是超跌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成长的条件之下 如果股价超涨就算了 但是股价偏偏超跌 所以观众朋友没有悲观的理由 还有政府做多的态度 5倍券 第四季一定是要设法拉抬股市的啦 要不然人家会说5倍券根本没有用 台湾又是个潜跌的市场 我们台湾的市值并不是很大 所以投资朋友这些的一个行情的分析 多头的大逻辑 我上礼拜四整理了这八项 我都不讲了 你自己去看 第一次收看的你自己去看 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而且我不是自己乱掰的 我是拿资料告诉你 零利率到2023年 景气面国内外成长 通膨我告诉你 股市优于在世 还要做基础建设 台湾是半导体的科技重镇 然后5倍券 金融评价低估 我刚也告诉你了 融资经过清洗 所以我告诉大家 股市的方向都是跟景气循环有关系啦 不是只看技术面啦 景气正在复苏的阶段 复苏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行情我之前用嘴巴讲 大家没有图像 没有一个图像是 可能比就怎么样 没有那个感觉 我就去找这个图片给大家看 股市要走入空头 都是在景气繁荣的时候 大家都很乐观的时候 才开始衰退 然后股价先见高点 现在就是在复苏的阶段 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看空 悲观很奇怪 好吧 我希望你可以理解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些的基本面条件 告诉我们台股市有回升的条件 我认为在这附近是不断的买点 策略我其实都有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担心的通膨来国外 包尔提到明年是相当成长非常强劲的一年 那不是告诉你在这里吗 复苏要成长吗 这是一个基本的总体经济 你要先搞懂 那方向既然是这样 但是也不是一路的都不去管短期的东西 该提醒我有提醒 因为10月初我告诉你来台股筹码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大陆的限电吗 或者是很大事情来法人开始做避险 期货选择权在这里 跌到1以下 甚至呢降到0.9 0.88 我告诉大家会盘整会偏弱 比较容易整理 这是过去的经验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周上一周很不特 很多的不确定 因为债务上线要表决 又要公告营收 这个礼拜比就上礼拜比就看跌吗 看震荡吗 这礼拜营收公告 今天都公告完毕了 明天是周结算 我待会用筹码告诉你 那明天是台积电的法说 后天是台积电的法说 下礼拜是鸿海科技日 那这两个就是关键了 台股会这么疲弱 这么没有信心 就是跟电子股有关系 下半段我们会来讲 好所以这前面分析的过程 那周六我也告诉你 区间盘整筹码已经开始回稳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筹码面 来投资票 台股今天跌 今天跌筹码面还是继续上升的 你看到不管是近月跟全部月都是继续上升 那明天是周结算 周选择权结算 周选择权的部分在1附近 那我们看到期货部分 周选择权结算都是近多单 大概6000口 所以明天往上拉高 结算几率蛮大的 好不好 那你可以看到法人的筹码面 在这里筹码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已经缩减到几乎是这个月最 最小的地方了 在这里空单都在回补了 法人已经开始慢慢没有避险了 好所以筹码面是这个样子 所以看法上是这样 那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台北 现在的一个台股的期货盘 大涨了129点 所以这里就是 这里就是筹码落底了 但是不会V型反转 因为这里的技术面比就差 这里会用一个足底的方式 扩底的方式 但是这里不是要杀低的地方了 我态度都没有做任何改变 这个点没有跌破之前 那就是个区间相形而已 这里要买股票 上去你再卖股票 看法上这个盘整可能会一段时间 所以行情的分析就是这样 融资经过清洗了 这是今年5月股灾 围持率来到149 跌到160都差不多会持稳 特殊事件会到150 那你看到10月8号这里的 围持率 竟然降到151这个地方 这段时间融资几乎没有什么增加 所以我认为不至于会这样跌 那最主要是有利空 限电的事情跟恒大的事情 那我也告诉大家 空单其实是继续的增加 已经创了最近的高点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策略 你要短期找强势股 你还是要找筹码有嘎空的 所以上礼拜我也讲了 也分享了一支股票 对不对 所以筹码面好转你看到了 那价值面获得法人关注是什么 我来跟你讲 我这边有这是关股的金控公司 目前因为美国的债券殖利率在上升 所以大家开始在讨论债券殖利率 大家开始在讨论现金殖利率 好那这是关股他们所整理的资料 你可以看到 海股对应的指数跟目前 就是这个算法跟我刚刚拿的证交所的资料 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在16000出头这个地方 殖利率大概5%左右 大概5%左右 那你想清楚一个逻辑 因为现在的债券殖利率 大概只有在1.5 然后全球的基础利率 大概在0到0.25之间 就是接近零利率了 公债也没有这么高的 可以打败通膨的一个殖利率 对不对 那你看你放眼全球股票市场 现金殖利率像台湾配息有比较高的 这样算下游到5%的 很少见了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是一个资金动人的支撑 那为什么会出这个新闻 代表法人已经开始去关注一些 真的是超跌的股票 那如果你还是在看技术面 这些长期稳定的筹码一进去 那各股通常就会直稳了 直稳之后 然后只要气氛一好转 那股价就上去了 那你偏偏要在这个地方杀股票 非常可惜 我举例 我不是推荐股票 你可以看到长龙 长龙今天不是快跌停版吗 但是外资的买超第一名就是长龙 这个是阳明 外资买超第一名 你不看到汇率在扁吗 那外资为什么要逆势买这些股票 台湾的殖利率真的是比较高 尤其这两家公司的一个基本的获利 可以产出的EPS跟配息 其实投资朋友我要明白讲 虽然我没有推荐他 我的会员也没有买货柜三雄 但是这一个股价跌到这个地方 以金融评价角度真的是超跌 超跌很多 所以观众朋友 那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这些股票 如果你是技术面可能破线 你要卖要空 这个我没有意见 但是如果你是闲钱的 你手边的钱是闲钱 那你其实你现在 你的钱也没有急着要干嘛的话 那如果你是套到这个股票 那我反而建议你 不要在这个地方杀低 上去你要调整再调整 这个是中钢 老师周六的直播有讲钢铁股吗 我认为最坏就是这样了 中钢今天外资的买钞也是排名前面的 那我会员没有买中钢 我只是要告诉你 中钢以这个获利跟配息 明年可能会配三块钱以上 现在股价33块钱 那你可以去算一下 这个就会有让这种资金会有兴趣 好所以投资朋友你想想看 其实你到这个角度 现在法人的 法人在看股票角度 已经转向这个了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开始要慢慢回归基本面了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强调 接下来的操作你要去注意 9月的营收在今天公告完毕之后 法人就会开始去算 789 这个三个月的一个营收数字是不错的 会产生在11月中的财报会不错的 刚好叠要这个地方 就会开始卡位这种股票 那如果明年的产业前景又是向上的 那可能就会一路做到年底了 这是我们在法人认识的所有的一个操作经验 就是这样 所以这里投资票不要看的这么坏 不要看的这么坏 第一个有这个殖利率的保护 第二个 这个图表真的是告诉我们 真的是超跌的 法人也开始关注这个东西了 那真的 EPS很高的 然后会有高配息的 那如果产业前景又是向上的 请记得老师告诉你的钢铁股跟货贵三雄的逻辑完全不同 我们是看好钢铁股啦 所以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 他的配息是这样 他的股价是这样 我们这个不是在讲技术面哦 叶辉也是 这个获利数字 法人其实都逆势在买这些股票 好吗 所以我周六直播讲很清楚 看你用什么角度 如果你是用布局投资的角度 你可以先一些资金进去 等他确定转强 你要加码再加码 但是你的前提就是 你要有心理准备 这个是要等的股票 不是马上买了 要马上赚价差的股票 好吗 所以这个逻辑 金融评价低估 股息优于国外 你看到今天也发生了 所以我告诉你这八点 我会讲很久 好投资朋友 那筹码面是真的慢慢好了 所以气氛转好之后 那你就会慢慢看到 你有可能对于一些 现在要杀出的股票 后面又开始乐观了 好 所以心态上我都告诉你 不要摇摇摆摆的 好 所以第一次收看 志尼老师节目的 欢迎你可以在YouTube这里 搜寻我的名字 找到我频道之后 订阅开小铃铛 帮我按赞分享 老师每周2346晚上八点 好 开直播 然后邀请你 可以来一起参与 如果你是东森财经台的 观众 或者是运通财经台的观众 也邀请你可以在YouTube搜寻 老师的名字 或我的节目名称 好 前进大趋势或陈志玲分析师 找到我频道 订阅开小铃铛 欢迎你2346晚上八点 来参加我们的直播 老师的节目 尽量透过大数据 告诉你 像二月份行情有利 有利我就会讲 比较多股票 因为投资朋友 我的初衷 还是希望观众朋友 你们可以 找到一个对的趋势 找到一个对的产业趋势 去赚钱 就像我今年告诉你的 重点电动车 跟这个半导体 那半导体范围这么大 我告诉你 当时可以注意载版三雄 透过金融的一个评价面 告诉你景硕股价便宜 当时八十块钱 四月份透过大数据 告诉你行情开始不利 开始逆风 建议你要减码 所以当时的一个景硕 做的比较短线 这个是当时卖出的抠讯 跌回来又转强 五月二十五号又跟你预告 五档半导体股 其中一档就是景硕 包括像汉雷 八月二十四号这里告诉你景硕 率先大盘 转强的股票 十月五号上星期二告诉你 短期的策略找什么 嘎空的股票 景硕 当时价格在200块附近 那这个我们会员有买 我周六已经公开了 这个我们十月五号有买 十月七号这个地方工涨停板 当时的节目忘记遮了 观众朋友也都知道景硕 所以你看老师节目 我尽量在转折点跟你讲股票 你会发现 景硕这里是二月份 这里是五月份 这里是八月份 这里是最近 这是长期追踪的标的 从七十几块钱一路讲 为什么 因为3DIC就是个趋势 所以老师都是告诉大家一个趋势 我节目定期大侠解读 透过老师的系统帮你解读新闻 当时苹果要新机发表会 那新闻告诉你这些苹概股 有机会 那我透过系统告诉你都不能买 5月9月初 所以不能买的 我还是有跟投资朋友说提醒的 9月4号跟你分析未来 告诉你 成熟自成28奈米的事情 我建议大家你要长期投资 你要投资什么 台积电 联电 我建议你找停利点 联电当时七十块钱 所以观众朋友 我是直接告诉你 台积电产能开出来 会不利于联电 我建议你要找停利点 我不建议你去追股票 所以观众朋友时间拉长你会知道 什么股票是短期的题材 我们一样看好半导体 但是你会发现股票还是有差异 台积电也有跌回来 但是没有像连电跌的这么长 更何况 长期来讲 台积电一定是会用于连电的 当天也跟你分享 不要追6147的奇邦 连电要入股他一个利多新闻 我告诉你股本膨胀非常多 股价也不便宜了 所以星期一你不要追 你可以避开这个 订阅频道一定有价值 9月4号解读低轨卫星 用系统告诉你台阳符合我们的系统 顺势架构的股票 老师有做拿出抗讯 这是台阳当时9月17号买的 61块2穿价证据 然后拉了两根掌停板 9月23号做出场 为什么出场我也有讲 他是财报还没有正式赚钱的 操作先以短线为主 包括目标满足需对称满足道了 所以你都可以去看当时节目 最近跟你解读这个 赵子三雄 我告诉你不能买对不对 包括我们有提醒面板5月 包括7月份提醒航运 所以航运老师是有提醒你不要去做的 虽然我们当时讲的钢铁股表现也不怎么样 但投资朋友这个逻辑我先讲第一个不一样 因为航运是因为一个短期题材 就是塞港让运费高涨 那钢铁的题材我待会会跟大家补充 所以7月初我提醒大家 航运爆量了 然后告诉你大户跑掉了 隔周告诉你台华办现真的事情 所以当时筹码面出现什么问题 你是我观众 我都有建议大家避开 这段时间我跟大家讲 航运它会走一个这个地方尝试足底 主底之后谈一波我建议大家要出 不过当然他没有他没有谈到我们设定的价位了 那最后在你杀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看一下筹码面帮大家看一下 来投资朋友这个是长龙 现在的融资还没出来吗 融资还没有出来 这个维持率都到130了 所以其实今天这样杀 没有意外应该是大减 但是维持率应该都到130了 所以我们看法上 航运会谈啊 看法是这样 那谈上来你要怎么做 我就看投资朋友你自己 因为我之前在这个地方 都有给大家价位了 我们用系统告诉大家的一个价位 像长龙好像是145 那就是反正没有到又跌下去 那维持率在130了 等一下再来看看 好不好所以我看法上融资断头 最近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长短的方案 就是你要怎么去追你的跡下吗 我告诉大家短期的你可以注意什么 散装 因为我们看法 航运融资断头之后 散装会有机会 再来就是在能源的部分 10月2号周六 我当时告诉大家 一个事件出来一定是一体两面的 有好有坏 能源短缺 这个事情我们联想到的是两个 一个全球的趋势 那当时我告诉大家台湾的太阳能的现行都不太行 所以我没有推荐太阳能 但是国外太阳能我觉得不错 所以10月3号的假日 我有给会员朋友 集档国外太阳能的股票 你可以看一下昨天的太阳能的股票 通通都是大涨了 所以投资朋友 台湾的股票 太阳能真的是 受惠比较少了 今天虽然有涨有消息面的关系 但这个现行架构都不太行 这个是元金 龙头是联合再生 这是减资之后才这样子 6244的帽底 你看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虽然题材不错 但台湾吃不到 吃不到这一块 那我认为台湾有机会在封电 四季刚我这里跟大家讲的 你只要不要是往上追的话 那现在又回到这个位置 那我节目有讲了嘛 我有跟大家讲 四季刚我们还没有买 因为它架构还没有符合在我们顺势 我们也在等 我们在等它周线转强 但是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买到这个股票 方向上面对它还是很有利的 你一定要买产业逻辑向上的 好不好 所以我当时告诉你这两个方案 那我告诉你短期 你可以去注意什么 散装嘛 因为散装是换约的 当时的日猪是 这是七月份的新闻 从这个当时的一万美元到八月份 来到涨到四万四美元 然后到十月二号 那我告诉你已经涨到七万五 最近已经来到八万多了 这个换约的关系 我当时告诉你 散装里面 我们讲的就是有域名 域名当时价格在这里 这个黑黑棒六十三块告诉你的 然后台股重挫下跌两根的红黑棒 非常抗跌 都在六十六块钱附近 今天的域名受到这个航运的影响 他有打到跌停板 那同志朋友你看到我告诉你的位在这里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买到现在你还是赚钱 那更何况我看 货柜三雄 今天段融资应该会弹 所以没有意外的话 域名后面也会上去 那我已经告诉你这是个短期了 我没有要你要跟他天长地久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选股的实力 我已经比较过非常多的散装给你看了 你可以看一下 散装的域名 现在日线图在这里 对不对 2605 星星反而是破线的 中行也是破线的 卫阳也是接近前低 也破这个颈线 那只有域名在这里 域名之前还在这里 所以选股你还是要选到里面最强的那一支 好吗 所以投资朋友域名我的看法没有变 我认为货柜三雄超跌的 会反弹 域名我认为接下来还是会有行情 只是我告诉会员这个股票就是区间操作 哪一个区间 如果你有域名的话呢 也欢迎你可以加入我的LINE 跟我的助理保持联络 好所以投资朋友一定要订阅老师频道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手机先打直 这里先叉叉先点掉 点掉之后还没有订阅帮我订阅开小铃铛 那自家人请帮我按赞跟分享 好吗 现在按赞数真的太少了 踊跃帮我按赞分享影片好吗 来 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台积法说的事情 我周六已经跟大家讲了 因为现在法人圈对于这个电子股 有些疑惑在 所以法人的资金不进来 这个量都是很小的 台积电法说在这里 把外资圈已经把后面的一个 产业前景都是稍微往上调的 认为台积电可能会调高2021年到2025年 年复合增长15% 这个是我长期告诉投资朋友 这个我们行情不会看这么坏的原因 但是因为法人圈就是对于半导体股 对于电子股有些疑虑 所以最近的整个量都缩了很多股票也大概都是 光旺居多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台积电法说会会替电子电子股法人的一些疑惑有机会解除 所以我认为行情有机会会在这个台积电法说之后 开始会变得比较热闹 所以我的看法是在这里 看好的你有些基本的布局 那等这个确定要需要量 所以这是你不要太悲观的 因为从报告来看的话 后面的看法营收的调整都是往上的 这个是环球经 整个长约 订单其实都到 都是能见度很高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股价都很弱 法人直呼什么 联发科赚六个股本 股票股价利多不涨很闷 我想这是最近这三个月大家心里的写照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 老师自己评估是这样 你听听看我的想法 我跟大家报告 散户交易比重 占台股超过七成 现在成交量今天才2800亿而已 那占七成的成交量 七成的成交量又有45%到50%在做当冲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就是我告诉你的 有些资金在这里 不太亲爱台股 剩下散户自己在做 散户的比重又这么多在做当冲 那法人就在观望 并没有真正的进来 所以造成很多的一个股票利多不涨 也都抄跌了 但是有些消息面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缩减QE 确定之后 跟台积电法说会之后 有些疑虑解除了 如果量都可以回来稳定在3000多亿以上的话 那我认为那个行情会开始比较好做 那现在如果都维持2000多亿的话 投资朋友你只要知道现况是这样就好 所以因为这个现况我也跟大家报告台股的特色 当冲隔日冲真的太多了 所以造成很多的股票筹码面不安定 也就没有这么好操作 甚至呢法人圈 也不太琢磨的话 那就会造成很多股票利多不涨 但是前提是你还是要找这个 产业前提要向上的 所以因因这个状况 所以为什么我会告诉会员朋友 一样在研究股票 一样在操作投资股票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讲你可以换一些美元吗 你看我9月4号节目下方留言都有 可以点进去你自己去看 在这里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资金够大的 你可以换一些美元的 把你的资产可能三分之一换美元 老师自己也有换吗 前两个礼拜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 我把它放美元定存 因为老师的时间都还是投入在带会员这上面 所以这里换完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照我的想法 你有换了 你应该可以换在27块6 到现在28块多的台币 那你换完之后 适合的美股 我也告诉我会员 会员也其实也也在我们的群组有在问 我们讲了一些美股美股的股票 甚至有一支是我们看好了电动车的股票 的材料的股票 那一支我们认为有长辈的实力 好因为他是全球最大的 那台湾的股票竞争力都输给他 那股价刚好相对很便宜 这就是个投资的机会 所以投资票你自己想想看 老师不是说只有跟大家讲台股 因为老师本来就接触过美股了 那这些我都是在我的会员专区里面 提供给我的会员 我们跟同业不一样是我们额外给你会员专区 我入会员影音持股追踪投资名单 教育训练 我们会员就两组 普通跟特别 控制五档以内 会员专区是这些的功能 同业没有的 我们额外给你的 每周二四六我们会在台股 选一些系统的强势股给我们的会员 高价以上会员有这个LINE 我们AI讯息是在普通跟特别会期内 你可以去买 因为有些会员的资金比较大 五档股票可能是不够他的为纳量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比较多讯息的 你再去做增加 这个费用非常的低 会员都知道 好吧所以我们就两组 那我在这里也提醒观众朋友 你想要参加会员的 你一定要注意 老师不是要去批评同业 我是要提醒观众朋友 这一行有太多的障眼法 所以我只提醒大家一些重点 如果你有想要参加一位分析师 你看到他的节目一定要有折讯 这是最基本的 折讯怎么分辨 我告诉你 一定要会员的组别 要有这个打上日期哪一天买什么股票 哪一组会员买的 买完之后后面的价格能不能成交 这是一个完整的折讯 如果没有打会员组别的这种折讯 包括用一堆LINE的截图 告诉你他会员买什么股票 那个都是造假的嫌疑很大 因为我可以随便跟某一个人LINE对话就好 那个不是折讯发给他的所有会员 你参加会员你要的就是 要嘛参加普通嘛 要嘛参加特别嘛 要嘛参加另外一种 一般同意都三组嘛 你当然要看到一个分析师跟你呈现的绩效是 他是用一个正式的折讯 发给一群的会员 不是用一个私人的LINE对话 跟这个人LINE对话 跟100个人对话有100档股票 他只要拿对了跟你讲就好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一个行业太多障眼法 那我们这一行的分析师也被骂的很惨 所以我都是要告诉大家 我要提醒大家 你如果自己没有把我们的话听进去 受骗上当 你不要说头顾都是骗人的 该怎么分辨我都有教你 好不好 老师都是用这种标准 再来我们讲操作 我也会有对也会有错的时候 但是你会看到我都是清清楚楚的 9月底买这张股票 震荡然后10月8号上礼拜 续涨上周四拉涨停板 这股票上周五我们有做减码 所以我抠讯都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 这里 最后这里 比拜六我告诉大家 卖压偏高 有些持股 我们周五有做调节 好不好 那调节什么我们也暂时不能讲 好 所以要告诉投资朋友 买卖的部分我们尽量先预告 好 这个 上礼拜有连买三天 所以 我们在上周五这个高价这个有价差 我们先入袋 然后AI讯息买了这个鸿海科技日的 这个我都有先预告的 我们看好的产业都尽量先预告 9月14号解读IC设计 我也尽量先用系统跟大家预告 哪些是不行的 敦泰新唐联勇盛群 哪些是可以的 力望资源创意经验 可以做的 我有放投资名单给我的会员 这是周二的盘前9月14号 那您是在9月14号盘后的直播看到我们解读IC设计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也是因为当时联发科转强 创意有做我们有拿出抠讯 所以投资朋友这就是我要跟你强调 你看节目你要去注意到这些 有没有先跟你预告 有没有拿出讯息 包括这钢铁股 老师是从5月底开始预告的 拜登的一个基建政策 准备投资名单 这是5月底 当时6月份有做叶辉23块多 大成钢大国钢 当时6月初我们低两期就有做 8月份行情不好 我告诉大家 我们要做低进高出 所以当时8月18号买大国钢36块多 叶辉29块1 我们这里先买 8月底跟你讲我要逢高出 9月1号我就逢高出 这里 大国钢41块5 叶辉33块9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是有做低进高出 有些我们有做调整调节调了 6月份6月份7月份跟着我们做的 虽然有些钢铁股我们也有套牢 但是老师 都跟大家强调是 产业讯息 我们只有做哪五那个五档的这个钢铁股 我周六也都讲过了 所以投资票我们不是买一大堆钢铁股 看好的理由供需的一个条件 你可以看这个 投影片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有点会超死 所以我这个就不赘述了 我要强调就是供给跟需求方面 都是有这个题材之称 产业内人士告诉我们钢铁会走三年到五年 那航运为什么觉得比较要做短期 是因为他只有供给方面 因为塞港的关系 因为缺工缺船缺柜的关系 这只有供给方面 没有需求 需求是指基础建设这些 这都是要分10年的一个支出 欧盟印度中国美国都要做 所以我当时跟你追踪的外销订单 从4月份到7月份 金属类第一名 这个都是放在这里面的 还有散装航运的事情 从3000多点追踪到涨到万点附近 载运铁矿时的就是有这个需求 所以才会往上涨吗 我告诉大家后面有这个CPTPP 所以大家你不要太过于悲观 这个通过的几率超过50% 那对于钢铁钢铁的产业是有利的 这个日本也是停我们要加入这个CPTPP 所以投资朋友这个你要有信心 后面有这个利多 再来我告诉大家 产业内人士没有看 没有把这个钢铁股看的这么坏 第四季本来就从很旺季 尤其11月份开始 产业讯息是这么正面的 还有我也跟你分享一下 大陆那边不是因为这个很大的事情 然后包括最近有一些打压这个 要减产的事情 铁矿石不是跌吗 从1200多跌到600多不是腰斩吗 好那你注意一件事情 对岸的宝钢开平盘 这不是完全印证我跟你讲的东西 这里 铁矿跌力差过大 你看到钢价其实没有下来 你看美国钢铁的价格也没有下来 这些逻辑都还是在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心里面的关系 我待会来跟大家讲 所以宝钢开平盘 然后铁矿石这样跌 那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啊 最上游的原料在跌 但是终端的报价没有没有跌啊 那不是利差扩大吗 不是会反映在后面的一个数字吗 所以我告诉大家 除了CPTPP 11月中旬的财报的钢铁股的这个季报 你可以值得期待尤其第四季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 第三季跟第四季本来就有这个 看好了因此在这个地方 但是股价在跌 我们也觉得非常无奈 没有办法 那看法我在周六直播都有讲 我认为最坏的这样 月线回撤才三分之一而已 还是个强势整理 周线的这个 两倍的标准差 布林通道两倍标准差 你可以自己去 学一下统计学 只要这个标准差两倍 它就代表百分之九 九成以内 它会在这个价格里面波动 尤其是布林通道是走横向的时候 所以来到这个下雨 我告诉大家不要悲观 月线周线都这么告诉你 台湾的部分受到这个中国的影响 因为恒大地产 大家预期这个 他们的一个房地产可能会下来 然后钢铁需求会下降 其实我查过了台湾的钢铁股出口到大陆 大概百分之二十的出口比重了 你说要全面影响其实也还好 那为什么最近钢铁股比较压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东南亚这边其实这个需求 包括我们内需 我们疫情也是有这个封城的措施吗 第几级警戒的关系吗 有很多的工都是停止的 那我认为其实反应到这个地方 第一个我觉得差不多了 那这个事情 你看我周六直播我也不赘述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股票跌 老师的态度是我有来跟大家讲这些事情 我也没有逃避 那你也可以去比较一下 老师跟同业的差别 同业有在做钢铁的分析师 没有几位 但是你可以去比较一下老师的态度 跟老师带会员的做法 股票下来我有告诉大家 资金控管 但是别人是一直叫你去买 叫你去摊平 这完全是不一样了 投资朋友 我跟大家分析投资的角度 股市方向逻辑还在多头 没错嘛 产业趋势成长没有重大改变 你要说有重大改变 我认为很大有可能影响 我们在观察 但是产业成长逻辑是不是可持续性 是啊 基础建设 碳中和 这些钢的一个减产 你都有看到 然后 利差的事情你也有看到 所以我跟大家讲 基本的 成长的逻辑可以持续性没有变 它不是只是个短期塞港 那操作原则我有告诉大家 你要换股 你要先找到好的产业标的 价格也要合适再换吗 现在已经是 严重低估了 抄跌了 你要在这个地方去砍 怪怪的 有没有更好的产业 投资朋友 好的产业我都带会员布局的 第三代半导体电动车 可以买的我们都买了 那我还要再怎么做 我跟观众朋友讲的也都是一样 然后不要对弱势股摊 摊平跟加码 现股单一股票不要超过三成 手边空前的钱先做有力的强势股 我们也都这么做 所以观众朋友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我告诉你的 同业的做法跟我的做法 我们不是要批评同业 而是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而且该提醒的风险该怎么控管 我是先讲在前面 我并不是事后来跟你讲这些东西 我给会员的抗讯一开始就讲 所以钢铁到现在 其实说真的我们有这个资金去加码 但是我认为 没有转强之前先不要加码 也要等成交量出来 待会用一档股票跟你举例 第三代半导体 我们也是有预告的 8月19号 有做我有拿出抗讯 不管是环球金 全新 对不对 然后8月底告诉你我9月初要高出 我也有高出 全新环球金高出 当时都跟你讲 能做价差我们也尽量做了 因为行情就是不好 但是为什么偏多操作 因为前面的大逻辑告诉你 就还在多头的逻辑 这些产业长期追踪 9月4号告诉你第三代半导体 年复合增长率很高 对不对 9月15号跟你整理 台湾的第三代半导体 然后我也告诉你 台湾第三代半导体 落后国外真的技术差很多 所以我就找国外适合的给我的会员 一样一笔钱要投资吗 刚好台币汇率又在这个30年的一个相对很便宜的地方 那当然就换一些美元吗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去研究产业的 这些都是长期告诉你的 科技日鸿海这个事情 我当时不是解读了 不管是红纯啊 乙胜啊玉龙啊 广宇 对不对 啊我10月9号周六又再跟你解读一次 啊不是个网语跟这个 红准最强吗 有符合顺势吗 所以今天跌广宇还是涨啊 涨1%左右啊 对不对刚转强 43块多有压力不要追 红准也是很高 是在顺势的股票啊 他的大量的价格刚好在上周五收盘 很可惜今天盘是不好 他跳下来但架构还是多头 没有破坏 之前讲过的我帮大家追踪一下 齐宏他还在顺势的条件 你看这个就是有点衰 大陆限定的事情他就跌下来 要不然这个架构好好的 所以股票操作一定会遇到这种突然的事情 你要能够接受 但是好股票你可以等他一下 这个我是没有请会员买 好所以观众朋友我都可以跟你讲了 我都跟你讲了 好时间上的关系要超时了 好我赶快把它结束掉 老师都会先预告 9月初先跟你预告这个微软的 新的作业系统 Win11 这里Windows11 10月6号跟你讲一次 这个软体去测试 大多数企业的电脑的硬体 没有符合升级到Windows11 所以我告诉你会有换机槽 最近电子股会整理也是跟这个 整个PC方面的需求 感觉上有点下滑的关系 但是换机槽可能会稍微有点能够提振一下 所以我讲完之后 你可以看到周四的华硕 涨4% 技嘉拉涨0.0 那我告诉大家 很多台股现在的状况 跟这个几乎是一模一样 技嘉前两季就已经赚9.51元了 股价竟然80几块钱 华硕前两季赚了28.49元 对不对 那今年会赚多少钱 股价这个都是 我讲的真的就是超跌 那我不是说所有的EPSD都可以 本一笔D都可以买 不是的 我要再跟观众朋友教导一件事情 第三点你要记得 股市投资就是第三点你要记得 产业成长逻辑是不是可以持续性的 不是这个短期 因为塞港运费高涨这个东西 你又认为OK 或者是面板 为什么我不会叫你去做面板 那完全走报价的东西 我看不到一个需求 而且我们的产人都被大陆那边 京东方那边只要跟大陆有关系的 你不觉得那个产业都会有问题 所以我跟你讲要有持续性的 我讲的第三代半导体蛋化家 不就是可以持续性的吗 我们讲电动车不是就可以持续性的吗 钢铁股就是这些碳中和跟基础建设 它可以持续性 Windows 11要换基潮这个是可以持续性的 所以这一种可以持续性的 本益比偏低那你就不用去杀 所以投资朋友你可以看一下技嘉之前的走势 你看它跌就是没有量的 其实跟钢铁股是一模一样的观念 为什么跟大家讲量缩这样跌 它只要稍微一补量很快就回到正常的地方 对吧 那前提就是这个啊 题材我认同我先跟你讲 九月初我先跟你预告我看好这个吗 有机会吗 然后开始找股票吗 对不对找股票 只要价格低估的 看是要布局要等吗 不想等就等它系统转强吗 等它出量啊 那钢铁股现在的看法就是要像它这样子 就是要像这样出量 有出量要做再来做 现在没有这个讯号 我觉得是超跌了 不要杀低 看法是这样 而且我周六我已经跟你讲我的心路历程 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会受到航运的 钢铁受到航运的影响 前一两个月就这样子 最近航运跌真的也都是脱下来 又遇到很大的事情 我觉得只能说这个是真的有点运气不好 但是 投资朋友这只是我们 五档股票里面的分配一两档而已 我们 从一开始就很明白的讲 没有要投资朋友重压钢铁股 妥善分配资金 从头到尾我都这么讲 为什么 因为台股就是这个状况 你也看到了 那你现在不是回头去验证 我跟你讲的资金控管就是这样子 没有错吧 所以你去想想看 我用计价的案例跟你举例 真的有些真的是超跌的 超跌股价落落的 你会想要把它卖掉 但是代表你头脑不清楚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卖掉 你要换什么股票 你要换什么 都是没有 你想想看 你真的要换什么股票 你看老师的系统 这个绿色的这个 空头股票数量就是比较多 对不对 代表很多股票都不太好做 那你要换什么股票 没有族群 会员去听会员都知道 没有什么族群 没有什么族群 就台股特色就这样 只要没有族群台股就比较不好做 但是有些产业成长没有变 你要嘛就等嘛 对不对 你不要一笔钱又要杀进杀出的 不会赚钱啦 那我们尽量是有工具的 代会员操作 10月8号上星期五 我告诉会员有卖鸭 所以有隔日冲 周末卖鸭 先找盘先观察 所以我们就不会去追股票 拉回我说盘下我们去布局一档股票 有布局 今天在平盘附近震荡 在会员成本附近差一两块钱而已 也没有差很多 这是上礼拜五的 跟会员讲卖压偏高 所以早上我们有调一些股票 所以上周五有买一些股票 今天跌当然可以考虑嘛 今天我是没有动作啦 为什么没有动作 因为今天资料看起来就是 比较不好嘛 但也不用去杀 今天就是有些股票在跌啊 空头股票数量又增加 这个没有收敛之前 没有这么好做 但是今天卖压很轻啊 我也告诉会员朋友 其实不用特别去杀啦 好不好 所以就是有依据的 然后中国限电的事情 供电有有望回稳 他们有去提到 纠正地方政府 为了要达成中央的目标 然后一刀切去乱限电的行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有去提出这些看法 所以供电会开始稳定 所以投资票没有这么糟啦 那重要的恒大事情 最近有几笔债都已经开始到齐了 我们就要看中方态度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之外 就是再来就是联准会的事情 同棚我该讲都讲了 所以认同理念就跟上操作 现在时间的关系已经到这个时间了 好嘛 所以投资票我都讲很清楚 节目分析不是推荐股票 不要跟单操作 老师只会透过亨达投顾APP 发送买卖讯息给我的会员 所以只有针对付费会员在推荐股票 美国股市有机会的 我会在会员已经告诉会员 会员都有我们的line 即便你不是在会员群组的 你在官方群组的 我们都有注明你是会员 好不好是会员我们都会服务 所以如果你资金充裕你认同理念的 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老师都告诉你 我们尽量 看一个方向 研究一些成长的产业去布局 那透过一些工具跟依据 我们可以加差尽量做 不是保证 因为这个行情跳上跳下的 一定有他的难度在 我不是神 所以我要先讲清楚 认同理念跟上操作 好吗 所以投资朋友今天的直播就先进到这里了 如果你不急的话 你可以透过填表的方式 影片下方点标题 有这个申请表连结 填表来询问 我们都会尽快的协助你服务你 加line做询问也可以 ID在这里 小老鼠维权TEC 扫描标签 所以 来电询问26538299 26538299 所以希望今天的一个 节目你们会喜欢 钢铁股我刚也都讲了 好不好 好不好 投资朋友 看法上是这样 反正我们就等他一个转强的讯号 出量的一个讯号 那我们认为钢铁股就是超跌了 OK 那待会这个后段时间 我们再看一下筹码分析 好不好 因为上半段节目我们要赶快把影片给电视台 OK 所以我们在明天晚上的直播再见咯 明天晚上8点再见面 OK 所以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那有相关兴趣的 欢迎你可以填表或来电询问 26538299 26538299 26538299 好明天见咯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